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第四百节 拍着校尉的肩膀,说一些鼓励的话,云叶心情愉快,又回到了账房 这次发誓啊,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都要好好睡一觉 躺在皮毛堆里数羊,数了一千多只,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隐约听见四更天的帮子在响,猛然间天崩一样的声音传了过来 云叶触电般的从皮毛堆里跳了起来,连声问门外的刘进宝 金宝,金宝,出了什么事啊 侯爷,没什么大事,高丽人席营了 刘先生,让您接着睡觉,不要管 只是一次试探性的席营,杨月明会处理好的 这都他娘的席营了,谁能睡得着啊 三两下传好甲咒,在刘进宝和一根亲卫的严密保护下,再一次来到边墙 看到杨月明他们在照顾伤患 地上散落了很多大小不一的石头,就连八牛弩都被损坏了四五架,心里咯噔一下 就问,老杨,高丽人用投尸机了? 是的,侯爷,这些狗是的,也算是下了大本钱了,能把笨重的投尸机运到这里来,也算是本事,不过发射了一轮,然后就被工程弩上绑着的火箭烧成了木炭 您看,现在还着呢 杨月明对于从自己面前抬过去的死者伤员毫不在意,吐了口唾沫 给云叶讲了事情的经过 云叶刚把头探出去,要看,却被刘进宝一把拽住 另一个家将就把身子挡在云叶前面 只听那个家将惨叫一声,就软软的靠在了云叶的身上 杨月明大怒,指着早就标好位置的地方下令射击 这次射出去的全是火箭 那块地方被照得通明 一个穿着铠甲的高力武将全身扎满了火箭 倒在地上像火炬一样在燃烧 风里边还传来了一股了猪毛的臭味 家将身上插着一只拇指粗的长剑 这只剑远比别的剑要长,家将的身体都被穿透了 还好伤在肩甲的位置,一时半会儿呢,还要不了命 云叶拿着从家将身体上取出来的剑 坐在油灯底下仔细的看 杨月明说 能射出这一剑的弓,绝对是五弹硬弓 想不到高力还有这样的剑手 到时候攻打大王城的时候 需要注意了 这样的人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剑杆子上刻着黑池两个字 该死的高力人说的话是浮渝话 用的呢,却是大唐的文字 这种残头燕尾的汉利书法 已经被他们掌握了 剑杆上的两个字刻的中正大气 估计啊,是出自明家之手 云叶一怒之下,就想把剑杆折断 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 只好抛在一边 走进帐篷的吴蛇 把那只剑捡了起来 拿在手里颠了一下 疑了一声,对身边的刘芳说 没想到 这里也会出现传说中的射雕首 铁木为杆,白银为醋 凋零为雨 非上位者不杀 小子,你是怎么从罪之剑底下逃命的呢 你的命可真是够大的 不是小子命大 是我的家将拿自己的命换了我一命 这个叫黑齿的 抓住以后我要剥下他的人皮做纪念 剥人皮算不得什么大事 人熊就很拿手 这小子很不容易抓住 就是整天躲在暗处算计人 老夫刚才看了 那个被点蜡烛的武将绝对不是那个射雕首 只是他的一个替身罢了 小子,以后不要出现在战场的正面 人家只要射死你 我们做的事情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刘进宝啊 照顾好你家侯爷 必要的时候拿你的命来顶 刘进宝答应了一声 就坐在云野身边 看样子是不打算再离开了 刘芳带着无蛇从帐篷里出来 指着手里的长戒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舅子哥 听说你差点被人家干掉啊 善婴火急火燎的从外面钻进来 见云野毫发无伤 叙了一口气 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咕咚咕咚的 连喝了三杯之后 对云野说 大哥 我去了大盲肠 现在那里已经全部戒严了 城里呢 只要不是军事的 全部被赶了出来 如今四门紧闭 操影都飞不进去啊 城墙很高 非常的高 小弟我就没见过这么高的城墙 我觉得呀 那城墙比长安的城墙还要高一些呢 咱们一万人拿它没办法呀 有机会呀 大王城现在最大的劣势就是人手不足 老方他们对我说啊 大王城的物资补给呢 一向是由苍延城供应的 每个月压解到大王城的物资都是有数的 但是从两个月前压解到大王城的物资只有平时的一半 那就是说有一半的人马被调到了辽和园 去应对张姐和气比合力他们去了 他收拢了墓底城的人马 只是说明他一直想自保 准备借助成员 让我们流进最后一滴血 呵呵 等我们扫清了四周的敌人 再考虑大王城不迟 善英耸耸肩膀表示与自己无关 这本来就是云叶的招牌 但是呢 自从善英学会了以后啊 云叶就不做了 一个人这么干很有韵味 两个人这么干呢 就蠢的冒泡了 敌人已经两天都没动静了 这样耗下去对云叶不利 所以刘芳就准备主动寻找敌人 决战 这一次啊 没有船可以做 所有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兵刃和弩箭 成捆的弩箭被分散到每个将士的身上 云叶要求啊 能带多少就带多少 长长的弩枪被装载到马车上 被战马拖拽着前进 发牛弩除了那些用来警戒的几十架之外呢 其他的都被卸成零件装在马车上 等到了战场再进行组装 这样做实在是无奈啊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马车来运载 一路上高丽人的骑兵总是不停的出现 还要跟上来送死 驾在马车上的八牛弩总是处在激发状态 只要那些高丽骑兵跑出来表演自己的奇术 就会被八牛弩射得飞起来 由于无蛇先生喜欢上了这种打猎方式 所以呢 那些游骑只要出现在射程之内 就会成为猎物 这段时间 那个射雕手消失的无影无踪 知道无蛇这么做 想吸引那个射雕手的注意 减轻自己这里的压力 对于有些人感激的话呢 就不说了 说多了 反而让人讨厌 无蛇 刘芳 都是成了精的老人 人情世故 在他们看来 一文不知 或许只有从心底发出的感情 才会被他们接受 越是虚伪者 在他们看来 越是讨厌 因为啊 这是在侮辱他们的智商 越接近大王城 遭受的抵抗就越是强烈 有一些高历农民呢 都开始不安分起来 一队进入村庄探查情况的 食人队消失在村子里之后 云野问村民 他们都闭着嘴不说话 当军士从猪圈里找到 十具被剥的一丝不挂的尸体后 村子里的长老才开始跪地求饶 云野对他们的思维 很不能理解 明知道大军就在外面 还敢杀戮进村子的军事 难道认为 只要自己跪地求饶 大军就会放过他们吗 被村长点着名字 推出来的二十几个人 面如死灰 还有一群妇孺 在追着村长咒骂和殴打 似乎只要村长不供出他们的家人 他们就是安全的 笑话 就没有人想到自己面对的就是一群杀人机器吗 云野一句话都没有说 达马离开 与此同时 赖川峰手里的横刀已经出窍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身后传来凄惨的哀嚎声 钢刀砍尽骨头的声音 像钻子一样的往脑袋里钻 云野努力的专注旺财脑门上的那一座白毛 到底是四十三根还是四十四根 刚才风靡了眼睛 没数清楚 现在需要重数一遍 每回扎营的时候 吴蛇都把自己放在营寨外面 一个人坐在一辆乡车上 一架八牛弩就安置在车上 可以三百六十度的旋转 上下的抚养脚也很富裕 这些天他杀了无数的高利游骑 再加上今天赖船风他们图进了春寨 想必这个射雕手一定非常的愤怒吧 愤怒总是会让一个人丧失一些理智 当一个非常冷静的射雕手 心中充满了愤怒的时候 他控悬的那只手多少会有一些发抖 只要他慢上那么一丝丝 就会被吴蛇杀死在发牛弩之下 武弹弩的射距离 正是发牛弩无可匹敌的距离 你只会听到悬响 但那个时候粗大的功成凿 已经刺穿了你的身体 吴蛇悠闲的坐在马车上喝茶 就在他的马车箱壁上挂着一长串人的耳朵 这是他这些天来的战绩 一只耳朵代表着一条人命 辽东的枯草七七上面白色的茅草杆子被风一吹 就会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如果你低下头 就会在茅草里发现一些似有似无的绿色 只要再有两天 这些绿色就会迅猛的成长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 完成抽碎 掌叶 打解 开花 接子 这一整套的生命流程 远处不知道是谁家的孩童 点着了茅草 火墙借着风势 迅速的向吴蛇扑了过来 面对那道火墙 吴蛇似乎没有看见一样 依然是悠闲的在喝着手里的茶 这杯茶他已经喝了快一个时辰了 杯子里没有水 只有风 在噼噼啪啪的茅草爆裂声里 一声清脆的悬响 吴蛇偏了一下头 一只粗大的剑枝贴着他的耳朵呼啸而过 还带走了耳边的一缕白发 吴蛇的双手才接触到鸡阔 鸡阔就爆裂开来 少了鸡阔的拔牛弩 完全没有一点用处 火焰后面一个全身黑衣的男子站起身来 一张巨大的弓 已经被拉开半弦 上面赫然搭着三支剑 他的面容上已经有了笑意 因为对手死定了 从来没有人能够逃得过自己的一剑三发 剑飞了出去 他才看见那个白发老头的身前 不知何时升起了一块薄薄的板子 他不认为这片薄薄的板子能挡得住自己的重箭 云家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面前的这块铁板就是 这是云夜马车里的衬板 以前就试过 效果没试出来 反正八牛弩只能在他的面子上留下一小块凹痕 五弹强弓虽然已经是无双的力气 可是他无论如何是无法和八牛弩这种机械相提并论的 三支剑只不过在铁板上弹跳几下 就无力的掉在地上 射雕手隔着火焰 看到了那个白发老头那张充满讥笑的脸 火焰在那个老头的前面不远处渐渐熄灭 因为站起来以后 他才发现那里少了一大片的草 火焰烧不到那里去 射雕手剑弧里还有八支剑 他控制着五弹强弓的极限就是十三支剑 等他十三支射完 他的双臂需要修整足足两个月 才有力气拉动这把弓 现在他站在灰烬里一动都不能动 就在老头子身后 又有四架八牛弩缓缓升起 只要他一动 十二支弓腾凿会立即把他撕成一堆碎肉 战场上拼命的一般都是小兵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什么价值 落到敌人手里呢 只会被处死 将军们就不这么想了 只要时机得当 自己总会有回来的时候 或被交换 或被放回 很多时候敌我双方的将领 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 但是下了战场 成为生死之交 丝毫不奇怪 他们把这个叫做公私分明 就是不知道那些战死小兵的阴魂 看到他们饮酒寒暄的时候 会是怎么想 射雕手扔下手中的硬弓 立刻就有军士上前 用一种细细的丝线将他捆了起来 他试了一下 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争不开这些丝线 唐军的探马在草垫子上呼啸奔走 几乎踏遍了所有地方 这才安静下来 云雁带着自家的那个受伤的家将走了过来 才打亮了两眼 就听那个射雕手说 我是高丽射雕手 与你们营州都督 互动一笑为张锦 也算是智交 如果你把我送到张锦手里 一定会得到他的赏赐 张锦 他与你有交 一个大唐官吏 一个高丽贵族 你们之间居然相交甚密 这样一来 我就必须写信问问张锦 他因为什么会和一个高丽人称兄道弟 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虽然不属一国 难道这也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吗 难道你就没有一个异族的朋友吗 有啊 一个成了我的小妾 替我生儿育女 还有一个叫冤盖苏文 不过我把他老婆抢了过来 还把他丢进了海里 大致呢就是这样 你把我家的家将一条胳膊背了 那就用你的一条胳膊来还 云雁也算是吃一欠长一智的 盖苏文的事情让他后悔莫及 他决定不在这个黑尺长的身上啊 犯同样的错误 喊过刘进宝 就准备让他拿刀子 把这家伙的一条胳膊给砍下来 赔给自己的护卫 这样忠心耿耿的好家将 云雁没打算让他吃亏 一个家将的胳膊 如何能和我的一条胳膊相提并论呢 我是射雕手 就是你们的皇帝陛下也只会招揽我 绝不会下次毒手 你去我臂膀 这是抱殿天物 这双臂膀百万人中难得一见 你大唐也没有一个人堪称射雕手 你怎能如此 你只要把我献给皇帝 皇帝一定会对你重重的赏赐 你难道不知道一个国家有射雕手 意味着什么吗 黑尺肠不住的往后推 想要离刘进宝远点 因为刘进宝已经在挑选 从哪里下刀子比较好 赖传锋张了几下嘴 最后还是没有说话 刘芳叹了一口气之后 对云雁说 黑尺肠的确没有说错呀 射雕手是一种荣誉 不管哪个国家得到了都会士气大振呢 要知道每年各国间都会有教计 攻马骑射一直是重中之重 有这样一个人就会保证大唐在比赛中获胜 这样的人的确都是不出世的人才 杀之不详啊 我没打算杀他呀 我只要他一只胳膊 他把我家将的胳膊弄残废了 就该赔他一条臂膀 什么射雕手 射龙手 今日也要陪我家将一条臂膀 长了一双好胳膊 就可以杀人不偿命 你们喜欢这条胳膊 完全可以在我砍下来之后 用盐腌了 长久的保存纪念就好 谁敢再劝我 军法从事 刘金宝 你他娘的等什么呢 云雁看到军中那些将军 一个个都想说情 干脆一句话就绝了他们的心思 听到云雁把话说的如此决绝 朱将只好惋惜的低下头 不忍心看着世上 如此珍贵的一条胳膊 被砍下来 刘金宝哪里会管那么多呀 侯爷说砍了 那就是天王老子的胳膊 也得砍了 踹倒了黑齿长 一只脚踏着黑齿长的脖子 手里的横刀斜斜的就挑了上去 黑齿长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 顿时就昏厥了过去 刘金宝取下那条胳膊 顺便把丝线也解了下来 准备洗干净之后啊 还给侯爷 拎着那条胳膊 递到那个受伤的家县跟前 笑着说 看看 兄弟 你的仇啊 侯爷给你报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